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元帅一共有四个孙子 在这些孩子里面 中国华最小也最受朱元帅的宠爱 值得一提的是 25岁的中国华在大好的青春年华被判处死刑 这到底是指怎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众所周知 在每个人的心里 朱元帅都是非常受人敬重的 是我国的元帅 大家都对其很是尊敬 并且 朱元帅也促建了红军所作出的贡献 被后人赞扬 而且那时对待战友很是亲和 面对敌人自是心狠 朱元帅的一大半时间都奉献给了战争 再者 朱元帅的度量也是很大的 展开全文在朱元帅去世之后 中国华便依靠这些身份等等去欺负人 那时大学毕业之后的朱国华被安排到铁路部门工作 在单位里 他都不把自己的领导放在眼里 很多人也不敢招着他 他后来结识了很多地体流氓 要知道 八十年代时的严打之际 朱国华因为强奸罪以及流氓罪而被判处死刑 后被执行枪决 此事很是热烈 那时上级长的朱元帅的妻子康克卿 大家可那会觉得 会给孙子求情的吧 但是朱国华的奶奶只见讲了这一句话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这话一出令全国上下敬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